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燕的弟弟阿旺也在这次旅程中和我们同行 8月11日天没亮 阿燕就从宜兰出发前往桃园国际机场 达成8.55分的航班飞往东京 出了成田机场 转搭京城县最快的Skyliner县赶到上野 然后匆忙地进入J2车站 登上执行长远的新干线 前后超过12个小时的旅程 在阿燕的口中居然是幸福的 他说以前读书的时候 没有能力搭新干线这样高级的列车 花费的时间还要再加上好几个小时呢 说到这个坐车 以前是很辛苦 因为早上6点都要坐车 再来到去坐8.55分的航班 下回其实要从成田 大概搭两点多的巴士 巴士搭到新宿 新宿再坐到学校又要好几个小时 这个中间呢可能要等的时间又很久 所以有一次大概从我家出发到学校是16个小时 所以有一次在学校 以前在学校又要坐到暗时 在10个小时有点好好的 这个是比较好几个小时 责心感性 对啊 其实车差还好 其实行李喔 行李很重 因为想要吃一面再坐两个小时 扛50公斤在路上之后 然后要上楼梯的时候 真的是很难 对啊 其实要从学校回去跟从家里来的那种心情是不一样的 回去的时候只要从学校回到东京就差不多一段路了嘛 那当时是归星事件 那当时的心情是说我现在不能去归星事件 我有到家了对不对 我很高兴 所以我可以想象归星事件是什么样的心情 结果你从家里要到学校的话是脚步沉重 因为他还要去那还要离开 可能一年才有回去 所以你的心情上是不一样的 总是有一些相愁吧 阿燕带领我们首先拜访的是他求学时 特别照顾他的社监高春玉芝 高春当时同样在八月中央实践大学服务的 佐藤二郎结婚之后就离开了学校 搬到距离长野县二十分钟路程的农村摘种苹果 高春玉芝是阿燕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亲友 两个人面年纪相仿也变成莫逆之交 这天晚上玉芝女士背着小儿子来接待我们 甚至把我们请到她一点也不漂亮的农舍 这对不太习惯将朋友招待到家中做客的日本人来说更是难得 不过这也证实了她和阿燕的交情不同一般 玉芝的先生佐藤为了抚养三个年幼的孩子和家庭 晚上还驾驶计程车到凌晨 玉芝的另外两个小孩正好回娘家过暑假 所以点灯的外警队就直接霸占她的家以及厨房 也为阿燕和玉芝安排了一顿温馨的晚餐 说明年术的工作 吧吧吧吧吧吧 你好像你聚集了嗎? 昔呢? 昔呢,萊姨和萊姨 全部製作是萊姨 啊,真的嗎? 啊,真的嗎? 對 對 難怪的 什麼 今天是兩年來第一次見到 這個小的是第一次見到嗎? 嗯 他給你問候啊 他寫什麼? 聖塔 聖塔 聖塔和萊姨 還有 什麼? こんにちは 聖塔 萊姨さんは元気ですか? お前ですね 萊姨と 誰? 萊姨 許我 來了 來了 來 喔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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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海公市 那種 他一直说就是他因为不在家去签业没有见到 这个是他妹妹画的 你看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见 这是他妹妹画的 这个是那个刚刚他哥哥写的 Seda写的 纏真的哟 很热 第二天一早玉芝就到饭店来接我们 他那辛苦的先生佐藤 虽然明显的睡眠不足 但是也开心的帮忙抱着孩子来迎接阿燕 阿燕十分有心 他带来了不少台湾的名产给佐藤一家 其中还有孩子爱吃的泡面 跟玉芝最爱的瓜子 好美 在这静岭坡里上 良好好的、你员的 很能力 独乱 大自己的选择 让我一起去 是 他也是同一个 我也是同一个 何在心疲使 我也是同一个 他必须要做甚麼人 他想得到 他想要他 他最多的身體 啊 不好意思 他在身體厚 他想家 媽媽 他想要 随后我们和佐藤夫妻前往他们的果园参观 在阳光的照射下 我们也体会了这对夫妻操持农业的辛苦和坚持 因为时间紧迫 我们还需要下山去搭车前往学校 玉芝又匆匆忙忙的在我们前往车站 早上老师做的便当 还有做了一个人两个饭团 还有两个包子 南瓜包子 太用心味了 我会怕 我到底是要用什么 当我们拿到玉芝一大早起床 为我们准备的早餐和茶水时 我们所有的人都像触电了一般 这样的真情跟诚意足以解释 为什么她早已成为阿燕在异国重要的亲人 重回母校的路途虽然又远又颠簸 可是阿燕脸上的微笑和兴奋之情 还是令我们印象深刻 从长野车站转了一趟车 我们拖着行李 快跑过天桥 惊险地搭上了接驳的另一班电车 一个半小时之后 我们终于到了毛野车站 在这里一下车 八座山峰连在一起的八月 就出现在我们眼前了 全日本标高3000公尺以上的高峰 总共有21座 长野县就占了14座 而全日本的百岳明山之中 长野更占了29座 所以长野县也是日本最多高峰 最多明山的一个县 向来有日本乌己之称 阿燕当年就读的八月中央实践农业学校 位于这片寻峰之中 当年阿燕报考农校 完全比照日本学生的测验规格 一点也没有因为他是外国人而给予通融 因此当他通过入学考试的同时 阿燕这位来自台湾的女生 也成了30年来申请入学的 第一位自费外国学生 两年的10座学习之后 阿燕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学成归国